2019中华职棒新人测试会在新庄棒球场进行 今年游游魏全龙回归成为第五队 让测试会报名更加踊跃 总共191名选手报名参加 超越2017年109人参加测试会的记录 肯定是会有 这一次的报名这么踊跃在这 直到肯定对我们球员是一个算是很大的鼓舞 就是会多一个毕竟对舞台 其中这一位左打者林杰成 是前职棒球员林坤汉的宝贝儿子 过去他一度离开棒球圈到外地工作 度过两年没有投打实战的空窗期 1994年出生的他 还是选择回到了充满热情的棒球继续奋斗 其实毕竟还不算太老 没有到年纪很大的时候 那觉得还年轻呢出去两年看看 看了一下世界因为我去上海 也是缺义 抓好一天群放松一下自己 那再回来就这样可能相当会不一样 那既然回来我就放手去听 那他们那边就是没有对我生太大的压力 就让我全力去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